娱乐圈就像一个秀场,明星就像走台的人。 走秀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更多的时候,他们还是在台上做观众,默默地给后继者鼓掌。 同样是谢幕之后的明星,大家的态度却完全不一样。 有的人活得更加通透了,也有的人依旧在为养家糊口拼命地工作。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曾红极一时如今生活窘迫的明星们。 1.彭恰恰 彭恰恰是台湾的知名男星,早在80年代就已经出道进入演艺圈。 他做过综艺节目的主持人,还获得过金钟奖,出演过《家有先妻》。 《我一定要成功》等作品,也为很多歌手制作过专辑。 在台湾有着不小的知名度,一直都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但到后来因投资电影失利,导致欠下5000万巨额债务。 此前已经宣告破产,彭恰恰被爆破产之后, 一直都在努力挣钱想办法还债,居住的地方也十分简陋。 不过却还是传出试图逃债等争议。 由于压力太大,导致彭恰恰的血压飙到199,甚至几度想不开。 好在被朋友和家人救了回来,还被送入医院接受治疗。 彭恰恰从医院回来后,她开启直播与粉丝互动, 表示自己压力很大,已经太久没有收入,经济十分困难,无法生活。 她透露要靠卖菜维持生计,还表示会拍摄视频记录做菜的过程, 希望粉丝可以大力支持。 2.汤志伟 年轻的汤志伟长相帅气还有才华, 在一次聚会上,她遇到了气质出众的黄秦琳。 男才女貌的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并且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在黄秦琳的协助之下, 汤志伟的各项事业都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 不过,黄秦琳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婚姻会败在一个寡妇手里。 汤志伟还在没有和黄秦琳离婚的之前, 就已经和朱柏在一起了。 眼看和朱柏的感情越来越好, 汤志伟也是有了想和朱柏结婚的心思。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汤志伟和老婆黄秦琳说自己经济方面有问题, 验黄秦琳离婚后复婚。 不久后,汤志伟在和朱柏约会的时候被媒体拍到了, 黄秦琳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在2009年,汤志伟和朱柏结婚了, 当初汤志伟以为离开了黄秦琳, 娶了新婚很幸福。 殊不知她的事业全靠黄秦琳打理, 失去黄秦琳的帮助的汤志伟很快就失业了, 长期处于无戏可拍的境地。 不久前, 汤志伟被直击在士林夜市摆摊卖古早味蛋糕。 曾经如此红火的饮员, 如今沦落到摆摊卖蛋糕为持生计, 让人不免有些唏嘘。 3.徐亨 徐亨2012年因投资失利欠下两亿巨债宣布破产, 努力工作十年还债, 但这两年文艺来袭也接不到演艺工作, 生活也一度煎熬难撑下去。 好在2022年出现转机了。 根据三菱新闻网报道, 徐亨前两年一场活动都接不到, 但2022年10月开始, 他不断接下了超过50场选举秀, 也接到20场尾牙。 徐亨坦言, 邀约几乎都是朋友相挺, 所以都是拿友情价象征性的红包。 至于近况为何, 徐亨之初, 近期每天都在工作, 导致声音变得很沙哑, 但他也很珍惜有工作的机会, 希望明年在演艺圈有更稳定戏剧演出, 或者能上通告补贴佳记。 4. 雷红 雷红自小受许多的苦, 但因做人意气, 行事豁达, 将脑子聪明, 得到进演艺圈的机会后, 挖得第一桶金。 此后, 雷红人生渐入家境, 这时雷红就想着要实现另一个梦想了, 去结识红粉家人。 雷红为了说服老婆, 还给老婆买了别墅住, 反正夫妻二十多年, 有几个红粉也不能领证, 于是老婆逐渐便由他去了。 其后, 雷红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中, 先后又纳了五个老婆, 六十多岁时, 最小的那个老婆才二十多。 一开始, 雷红过得很幸福, 但后来, 雷红的一位妻子, 从期货开始炒股票, 一亏到底那种, 等欠到六千万台币多, 才不得不收手让老公做主。 没办法, 为了填窟窿, 雷红只得卖了别墅, 让各个老婆出来拿点家用啥的, 一起度过人生风雨。 结果老婆们在会议上答应得好好的, 回头就卖房子的卖房子, 小卡的小卡, 三两天内跑了个金光, 后来雷红还得了怪病, 让他十分绝望。 还好, 这时一位家人出现了, 他对雷红极好, 雷红病好后, 两人也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五, 王中平 王中平个性憨厚, 经常被妻子徐浩然爆料, 心软不好意思拒绝。 没想到, 现在再爆出他因为爱面子, 欠下巨债一事, 让于浩然还得和娘家求助。 于浩然上《命运好好玩》节目时表示, 老公是个爱面子又心很软的人, 听闻演艺事业不稳定, 便坚持要在红的时候赶快找副业。 两人结婚前, 王中平就已拥有两间民歌餐厅, 后来因为泡沫红茶店崛起。 民歌餐厅慢慢没落, 王中平开始亏钱。 当时于浩然劝他, 趁海亏得少赶快收掉。 王中平坚称, 不行, 这是我的心血。 继续经营, 让怀孕的于浩然每天从内湖开车到板桥。 站在吧台工作, 我一个人要调酒, 调饮料, 还有收钱。 我挺着肚子, 怀着我儿子, 到快生了我都还在洗杯子。 原本仅欠二十几万货款, 因为王中平爱面子苦撑, 直到欠下一百多万元, 夫妻俩又背了很多其他债。 于浩然不得已之下, 向娘家借钱还债, 最终民歌餐厅仍受掉。 6.张晨光 2020年12月27日, 演员张晨光在社交平台上, 传了一段自己开车的视频。 视频中, 张晨光穿着蓝色风衣, 戴着墨镜, 脸上的皮肤在岁月的粗膜下有些松弛。 但是他的身材没有走样, 整体上状态还是很好, 不像花甲之年的人。 经过搜索发现, 他的座驾市值200多万, 可见他的警机实力还是很不错的。 200多万对普通人来说, 这车可能是天价, 但是对于在娱乐圈打拼多年的张晨光, 还是绰绰有余。 毕竟娱乐圈的钱是出了名的好传。 7.沈春华 62岁的沈春华, 曾是中世级八大电视台的当家主播, 拿过13座金钟奖。 可惜, 节目因故结束, 他继而转战网络和广播电台。 2018年3月, 苹果在百货餐厅捕获野生的沈主播, 他与结婚26年的老公胡振康吃上海菜。 期间他不停讲电话, 因是在商讨正事。 老公则走出餐厅逛节等候, 相当有耐心, 似乎相当了解他形成忙碌, 老夫老妻相处得十分有默契。 对此, 沈春华表示, 刚从美国回来, 因两个小孩都在美国念书, 让他跟老公面临小孩不在的空潮期。 沈春华说, 所以我们之前去逛花市, 有空也会逛街, 重新相处, 找到生活的新货花。 沈春华2017年卸下主播的身份后, 曾主持网络直播节目《沈春华关键秀》, 还首度尝试主持IC之音主科广播节目《春风华语聚焦台湾》。 沈春华认为, 媒体环境结构在改变, 自己也要与时俱进, 不会涉险工作内容。 8.陈亚兰 幼年嘉丽市歌仔戏团出身, 17岁正式学歌仔戏, 18岁出道。 在歌仔戏里, 他走的是小生路线, 也就是反串。 年轻时的陈亚兰, 小生扮相非常俊美, 一看就是做主角的料, 很快就被歌仔戏巨星杨丽花收为弟子, 悉心栽培。 歌仔戏投资大, 收益小, 市场窄。 随着现代化发展, 有被淘汰的趋势, 做这一行, 不用爱发电都不行。 没人投资这不赚钱的行当, 陈亚兰就自己来, 在别处挣来的钱, 全部花在了制作歌仔戏上。 为了歌仔戏, 他把自己三套房子全卖了, 没钱了就去别处再赚, 挣到钱再做新歌仔戏。 57岁了, 还在为歌仔戏掏空神家, 到了制作嘉庆郡游台湾这部剧时, 他已经穷到没房子可卖了, 因为筹牌歌仔戏四年没出去赚钱, 还要倒替制作费, 只能当成背水一战。 如果再不行, 他也真拼不动了, 好在这部剧没辜负他, 口碑好, 还历史性突破得了奖。 人生很豁达的人, 应该得到应有的回报。 9.张学友 早前, 网络上曾传出张学友破产的新闻, 对此, 他也亲自澄清, 表示, 网上说我经济有很大问题, 是不识传闻, 是对我很大的误解, 我有存钱的习惯, 现在还可以, 放心, 没有问题。 其实这些传言, 都是源自港媒报道的一则, 张学友售卖价值4.3亿, 潜水湾豪宅的新闻。 当时新闻出来后, 就开始有很多小道消息传开, 指张学友变卖豪宅, 经济再次出现问题, 二次破绽。 时隔半年, 张学友才做出了澄清, 可能是没想到, 传言会持续这么长时间。 2011年, 陈英杰和姐姐找了一位已经认识十几年的好友, 并伪造了小妹的签名, 以其房子作为担保才借到钱。 没想到的是, 陈英杰一直无法偿还这笔欠款, 好友将他们告上了法庭, 不知道是不是对于此事怀有愧疚之心, 大姐选择投案自首, 被判刑一年七个月, 缓刑三年。 而陈英杰却拒不承认自己涉嫌教唆姐姐, 伪造签名这件事。 不过, 法院在一审中认定, 陈英杰的教唆罪成立, 应该判刑三年两个月。 事情曝光之后, 网友们也是被他拒不认账的事情震惊了, 纷纷吐槽。 当年凭借一首歌就红遍大江南北的陈英杰, 如今已经没有了当时的无限风光, 想想也是令人唏嘘不已了。